看看新闻网 蔡绍芬因胎盘撕裂 大量出血的消息已经爆出 让不少喜欢她的影迷 惊出一身冷汗 不过好在事情有惊无险 原来今年10月 当时已有身孕的蔡绍芬 带着女儿一起乘坐飞机 去台湾地区游玩 不料一上机就觉得头晕目眩 并伴有出血现象 见此情形她急忙下了飞机 老公张静得知消息后 也飞车赶到机场 随救护车一起送蔡绍芬去了医院 经医生诊断 这是胎盘剥离现象 需要及时休养安胎 事情发生后 蔡绍芬休息了两个礼拜 目前已无大碍 近日她在接受采访时 偶然谈起这一段 显向还生的经历 依然让不少观众 为她捏了一把汗 为此12月27日 28日两天 蔡绍芬也在微博上 连续发文向大家报平安 好吧 我解释清楚一点吧 是胎盘有点裂痕 并非形容的那么严重 另外不是住在医院两星期 只是回家睡床两星期而已 请大家不用担心 BB很健康 妈妈很健康 放心放心 希望大家不要被吓到 12月27日 这两天受到很多人的问候 真的不好意思 让你们担心了 12月28日 事实上 意外发生在蔡绍芬怀孕初级 也就是今年的10月 而11月蔡绍芬 便曾公开亮相 某广告拍摄现场 向外界证实了 再次怀孕的习讯 可见之前的小意外 并没有对她产生 太大的影响 我非常之开心 然后我想蒙祝老公不告诉她 然后就给她一个金子 后来我一见到她 我就忍不住跟她说了 不过我就是拿着电话 来录下她的表情是怎么样 她的表情给我是挺意外的 她是很害怕的那种感觉 她说第一个是很开心 第二个就是有点怕 因为第一个也是在 在大的时候觉得挺辛苦的 第二个就要来了 不过她之后当然是很开心 不过为了让未出世的小宝宝 能够更健康地成长 蔡绍芬刻意减少了工作量 大的改变也没有 只是拍戏的方面就会想介意一点 然后就是活动啊 还有